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画本身是中国一个很长久的历史 所以我们在书画里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化 一些我们透过书画去表达的一种情感的生活 而这件事与我们教会很长传统的灵修都有些关系 书画不是写这么简单 书画是一个修炼 如果心情不好又有情绪 你是无法写字或画画的 一定在一个很宁静的情况之下 你内心充满了平安 你写起来才能够如意写得好 所以当你写书画的时候 你不单只是在那里写一个字 而是透过这个操练 帮助你能够举心向上 帮助你内心有上主给你的平安 所以两样东西可以合并成一样东西 都可以帮助你 在灵修方面是一个修为也可以 我会写四个字 二人同心 就是出自耶稣 去派遣他的门徒两个传福音 希望这四个字都提醒我们 每一个人作为基督徒的使命 要传福音 第二就是我会在展览里面 有四个字就是黄金之殿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出自圣母得罪土文 圣母就是我们的殿余 借着他我们获得天主给我们无限的恩宠 希望这四个字都帮助我们 效法圣母 洁净自己的心心远离一切的罪局